我會想要做很多的 我認為是很前衛的事情 卡卡算什麼 對不對 你早就卡在裡面了 是不是 這個是 這個其實是那時候 然後 楊嵐 那我 因為我看過一個高中正義 一個吉他手高中正義 他們的一個演奏會 然後那個 他們都帶貓頭 都有那個 我們也可以來弄一個 那我就是楊嵐嘛 然後我們鼓手就是鸚鵡頭 因為牠很像鸚鵡 都會學人講話這樣子 然後大貓就是貓頭 貓頭 對啊 你這些頭我都還想要 就把你自己裝在電視裡頭 我比較看不懂 你覺得別人了解你嗎 看誰 他就是一廂情願的 陳真還有 九前九後對不對 他是一個很一廂情願的人 他是一個很大的能量 一廂情願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聽聽他們怎麼講話好不好 跟他合作起來 一開始當然就是緊張 因為心裡面一直有一個這樣子刻板印象 但沒想到他是一個這麼樣的 慈祥的一個大哥哥 而且他會帶動唱 就是當然不是很誇張的就是 很活潑的那樣的像 那種幼稚園又右台的那種 帶動唱 而是就會教我怎麼放輕鬆 對 很快的那一首歌大概在 三個小時之內就錄完了 公司給他的規定就是 他是酷的 所以他就不能酷瘦了 以前十來年前二十年前 我們認識他的時候 他的綽號其實是叫 他的綽號叫 那他既然叫做小甜甜呢 你覺得他的本人是會酷的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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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甜甜 他是你先小甜甜嗎 他一家情願叫你小甜甜嗎 他一家情願 千萬不要聽這個魔鬼講的話 üy recycled 來 請坐… 有人叫過你小甜甜嗎 蛤 沒有 他那時候一起 常常一起玩在一起嘛 他 就是 那為什麼叫你小甜甜呢 我們還是要來彈歌吧 就是我很 我其實滿在乎別人的心情 其實我不在乎你 但是我在乎你的心情 如果我們要一起做一個事情 哇塞 你好光滅人喔 你不在乎我 你在乎我的心情 你是在乎我的靈魂 不在乎我的個體 我跟很多女藝人合作過 對 你都在乎他們的靈魂嗎 莫文蔚會不在乎她的身體嗎 不在乎她的人 只在乎她的靈魂 其實靈魂很重要 沒有 我希望他們跟我表演的時候 他們都是最好的 最漂亮的 最初衛的 如果他們 他們出來了 我就成功了 我們這個合作就完美 像莫文蔚 萬芳一樣對不對 而且他們跟我在一起 他們會有一個 我很喜歡他們的那個性感的部分會出來 你會發現女藝人跟我在一起 他們會變得特別性感 真的 你有這種感覺 我會希望說 我們要一起做這個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是我們一起做的 其實是你的事情 是我要把你弄出來這樣 我這個小S 這一張好炫喔 很炫喔 實在沒有辦法想像 他已經要爭第三個了 這五百對台灣的歌壇來講 是一個 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 從二十年前到現在 你開創了一個 Pub裡面的音樂 跟搖滾 跟台式 跟 流行歌曲 把它相互結合 我...我認為喔 因為我喜歡聽的音樂 因為是比較 就是西洋音樂比較搖滾的 然後比較前衛的 它也不一定是搖滾 就是比較前衛的 那 但是我認為 這個是我 我接受到的 我很喜歡的東西 但是我要給很多人聽 所以 我要用大家都熟悉的方式跟語言 但是 但是我有我的方法跟節奏 就是我的 有 你很有節奏 我每次經過台北市的時候 你是我的花朵 我是從瑪丹娜的一首歌叫Hand Up 從那裡來嗎 對 那個歌對我來講是一個Disco 是一個復古的Disco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來做一個 復古的Disco的感覺 所以... 所以其實我們就用Unplug 來做這樣的東西 然後那個歌詞是我邊跑步邊想 妳是我的花朵 正好有個女人走過去 什麼擋風這個 就是這個歌詞是這樣來的 我希望它 我希望我知道的音樂 它不是一個 大家都 都在電台上十首歌 怎麼聽起來都像同一首歌這樣子 你唱得不會像 是 像說我前陣子去看 參觀台北設計大展 那個設計大展裡面 我看到一個 一個很有名的書法家 他把那個毛筆字 讓世界各國的人去創作 那你就看到 同樣的毛筆字 讓日本的藝術家 讓香港的藝術家 讓台灣的藝術家 讓美國的藝術家 每個地方的藝術家 創作出來都會有 那個背後都會有那個 藝術家本身的社會狀態 YES 所以我希望我的歌 一聽就台灣的歌 一聽就是 這個人是在台灣長大的 這個是有台灣的街景的感覺 就算說他不是那麼明顯 不是那麼清楚的講出來 歌詞不是 但是 可是一聽就有那樣的感覺 希望是這樣子 但是我在想 在你這張專輯 我昨天在聽的時候 我在想 每一個歌就像你一樣的 你在這幾首歌當中 你一定精挑細血 但是你為什麼會唱 夢醒十分 我在一個演唱會裡面 我唱到了這個歌 因為那個時候有那個必要 有那個需要 就是每個人要唱一個別人的歌 然後我就挑了這個歌來唱 我一唱 我發現這個歌寫得真好 什麼叫流行音樂 流行音樂就是 旋律簡單 段落分明 詞意淺顯易懂 然後但是他有 這個流行歌太奇怪了 這一首歌太奇怪 因為他有那種很大量的 釋放的感覺 但是在你還沒有唱的時候 我還沒有唱的時候 我根本不認為 沒有感覺到 對 我就這個是他的 因為你不聽別人的歌 我們都有聽 而且我們女人 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有些人 不必等 真的不必等 李宗憲太小的 哪些男人不必等 但是我當 當我聽到那個成熟話唱這個歌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這些 你真的沒有想到嗎 沒有 就是 這個是就是 一首芭樂歌 對… 但是當我唱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釋放的能量是很大的 我就覺得說 應該要在這整個專輯 因為這是一個單程車票是 為什麼叫單程車票 是因為我們已經20年了 我就想說 我要做這個專輯來紀念我的20年 這是我跟我的團員 一個里程碑這樣子 20年 為什麼叫單程車票 因為這是一個音樂的列車 列車 500年Channel Blue 當年組了一個團 然後這個夢 這個列車 一直到現在 然後每個人都拿一個單程車票 沒有回頭的 沒有回頭路 往前走這樣子 往前走 那整個專輯做好之後 我覺得應該要一個釋放的感覺 所以我就把這個歌 放在最後一首這樣 你知道每一次 歌手來的時候 我都會聽完專輯 然後我都很想告訴他 我在你整張專輯當中 我聽了哪一首歌的感覺 你想知道嗎 你還是說我不想知道 你想知道我的靈魂嗎 沒有